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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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件事都懶惰 唯獨是對樓市就像貓見到魚一樣 永遠都聞得到 報紙說最近的私人兵團 又開始出來炒樓了 又會有一段新的私財 等了這麼久, 左掃右掃 打算坐一筆錢可以買一間自己的樓 怎麼又貴成這樣? 不要緊, 這裡不對 再找遠一點張就一下 不行, 要不是地鐵完善的 但是琳琳上學很不方便 琳琳快升小學了 小學校網分得這麼小 你也想女兒讀一間好的學校 所以一定要就著校網找樓 找, 我一定找 我就不相信那些私人兵團 可以把校網全找到 不過現在最重要的是草子彈 肯定, 一定能買到 好, 走吧 好 真好, 雷俊是草子 真的好想踢球 阿安, 我們做這麼久裝修 也沒想到這麼好看的蠔 我們做中小型單位 怎麼會突然有一個草子給我們做 這裡是一個一半做不完 要我們幫忙鋪上地板 晚上而已 還說住大屋, 做事烏烏烏 公屋也有給你住 你的樣子, 豈不是昨晚出去爬的嗎 阿倫, 幹甚麼 師父, 看看 對了, 地台撲得不平 那怎麼辦 馬上開水來撲地台 不是吧, 地台不平不關我們事的 要我們撿漏 地台不平, 我們鋪出來的地板也不會平 人家不知道以為我們手工不好 弄臭我們的膝蓋怎麼辦 正所謂泥水佬做門 過得人要過得自己 你們在想甚麼? 今天鋪地板, 為甚麼開泥水 我們本來打算鋪地板 但後來見地台不平, 就鋪了地台 要不然將來放個傢俬在這裡 也會住得不舒服 你現在跟我說鋪地台 一定趕不及旗的 你好, 我姓高, 是這間屋子的屋主 高先生, 你放心 我們答應過你 就算我們開通宵也鋪好地板 一定不妨礙你時間 你也挺值得想的 不然你工序出了問題 都願意幫忙撿漏 真是很少見面 高先生, 有甚麼問題 有甚麼問題, 應該是我問你才對 他們說你鋪地台不平 要重鋪才鋪地板 你說甚麼?你們來鋪地板 亂說甚麼? 我沒亂說, 你不相信我 我給你看 謝謝 謝謝 你看到了 怎麼稱呼? 叫我阿安 如果我把整間屋的裝修交給你 有甚麼問題 難道我呢, 高先生 那些工程我做了一半 他說了兩句而已 工程的尾期 我會叫我助手清除給你 那你沒事吧, 你可以不用再回 幹甚麼? 高先生, 實不相瞞 我真的沒做過這麼大的豪宅 不過如果你相信我 我跟那些手足一定答應你 我們一定會做到最好 那我的房子就全都交給你們了 有甚麼問題 直接和我電手拿來聽你聊的特別 謝謝, 高先生 有問題的地方 全部和我剷掉它再做過 好, 時間我沒所謂的 最重要是這間屋做得奇妓利利 讓我的家人住得舒舒服服 一定 那我先走了 好, 高先生, 我送你出去 上級高先生, 高先生, 高先生 高先生, 高先生, 高先生 阿大夫, 死了 你不要工程這樣做 那個高先生出手又這麼好 最重要是我們不用給他一半吃 讓我們去判斷 老婆, 你有錢, 很多物業 我們做得好, 陸續有利 算了… 希望如此 這樣吧, 距離我賣樓的目標 越來越近 好… 高先生, 高先生, 高先生 好, 馬上開工 好, 開工 有沒有兩位? 有 兩位在這邊, 這邊 雜誌真沒介紹錯 這裡的海南家飯真的很棒 尤其是油飯, 看多香, 聞 現在吃龍肉也沒味道了 來 算了, 現在的樓市就是這樣了 樓市一好起上來就不休賣 你看, 就像海南雞飯一樣 你一排長龍 如果你不賣, 待會馬上有人接貨 難得連我媽媽都肯出手相助 大佬安和嫂子終於有錢給首期 誰知衰收尾 雖然我說, 香港地買樓 靠一元一元的儲存 根本就不可能 一定要投資增值 才有可能找到第一桶金 然後上車買樓 你說就疑 投機的東西很大風險 像私人那樣 什麼都不懂 聽幾個號碼去買 就當然風險大 我不同, 我還足夠功課 掌握了十足的資訊 加上我有細心的分析 還有獨特的眼光 這些不是投機, 是投資 我當然沒你這麼進取 對, 如果我虧了 我真的輸不起 不用了 有了我這麼精明的男朋友 已經是最穩健的投資 雷鳳 怎麼了? 你今天這麼晚才回來 今天早上七三二八個主席 在市場上放走了幾億的股份 你說的那種地產股? 是呀 湯Sir的主席減持自己公司的股份 就是對自己公司的前景看淡 你有沒有放在手, 閘閘都放了他 不是呀, 我剛剛看雜誌 看見他對著商場的手指 好像在談大生意一樣 人家的主席手指就秉住助手 那豈不是有利 要秉住在公司秉住都可以 要不要去舊商場秉住 所以我唯一他不知道 是不是想收購動舊樓來翻身 所以他賣了股票來套現 我覺得他不是看單公司前景 而是有提出大計 你有沒有這麼厲害 只看照片就看到這麼多東西 當然要查證一下 不過如果是真的話 是要入貨投資的好時機 慢著, 兄弟, 真是打算入貨嗎? 玩笑一點就試一下這個盤子 你這個臭小子, 又用你女朋友的帳戶? 你也知道我們做股票經紀 為免利益衝突 不會用自己的戶口 更何況我女朋友的帳戶 授權讓我打理, 完全是合法的, 好嗎? 我要說就說完了 我祝你好運氣 你好, 我是做地產代理的 我們公司想收購舊商店 用作發展用途 不知道你們這個商場 有沒有店舖出手呢? 真是幸運, 離遲了一步 沒有, 本來這裡有幾個店舖要放盤 剛才被人倒閉了 怎麼這麼巧?不知道是誰倒閉了 這些我們做生意的 很難跟你說的 明白, 謝謝 Jiam, 你真是好 男主席, 你也相信我眼光 自由行越來越放鬆 下來買東西的人 不只買高消費品 買日常用品的都會越來越多 這個商場這麼接近關口 只要翻身一下, 食證自由行遙水 店舖一定很快升職 這個投資會少離大, 還很快會搬 Jiam, 你們投尊地產的眼光這麼準 我怎麼會不相信你呢? 我已經套了我的股份出來套現了 這個項目你搭路的 收到的東西就交給你處理 我怎麼會搭路的東西 怎麼這麼晚? 不是因為你大哥買不到樓的事 不開心, 吧? 放心吧, 還有解決方法的 不是呀, 是我今天出門口 這雙腳忘記貼膠布而已 這雙不是新鞋 穿過很多次了, 還刮腳嗎? 是呀,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穿腳也是這麼刮腳 我今天又趕著出門口 連膠布也忘記貼 那拜託你就買那一雙, 現在去買了 不用, 都可以穿鞋子穿的 保護膠布就沒事了 你不用這麼節省嗎?你來給我看看 我是不想浪費而已 現在你這個時候 有錢也儲給我大哥了 你看, 穿鞋子多漂亮 三 這條裙子更漂亮 不如進去試試吧 來吧, 來吧 謝謝 是 我女朋友想嘗試外面 廚窗的裙子和鞋子 好, 兩位跟我來這邊的飲料室嗎? 請坐 謝謝 請問兩位想不想喝點東西? 兩杯咖啡, 謝謝 好, 麻煩請一等 靈點的招杯真是靈性不同 我想這杯咖啡應該挺好喝 好, 不過明知不會光顧 有這麼多事會不會好像不是那麼好意思 不, 試了再算吧 我會不會想喝酒吧 我會想喝酒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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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會想喝酒吧 但我不會買不起 你傻了嗎? 就算你買得起 也不是拿錢來浪費的嘛 阿緹 先把價錢拍一下, 我知道… 先撕完, 好, 預備… 1、2、3 好 很漂亮 就算買不起, 拍張照片 也當拍就走了 你挺容易滿足的 高太太, 必須幫我 隨便開開試試它, 好嗎? 那個不是明星李漫華? 我和老公… 李漫華嫁了人來拍戲 我馬上幫你找吧 明星真是明星 沒拍戲那麼久, 還那麼有風化 聽說她好像嫁了一個有錢老公 做地產的 高太太, 不知道這條裙子適合你嗎? 太鮮色了, 我不想搶得住人家 好, 那不如這兩條吧 那款比較清一點, 還有其他顏色 好, 我要這兩條 好 還有, 幫我把鞋子套起來 好, 沒問題 好, 看來 我看來, 看來 我看來, 看來 你不想搶得住人家 我看來, 看來, 看來 你不想搶得住人家 很開心, 我說最划算的就是我 不過我說你穿什麼都這麼好看 這麼美麗, 這麼漂亮 我知道你現在說話很划算 不過呢, 我知道你也不是真心的 很適合, 我答應你回家做點吃飯 那我買一本財經雜誌回家更好 那好吧 走吧, 再見 再見… Henry, 你那邊最近有什麼新搞作 自己去留價? 有, 早點說話, 別這麼毒食 上次笑話了沒有? 哪有這麼快?分手還沒足夠三分鐘 你猜有摩托腳嗎? 小姐, 你沒事吧?有沒有受傷? 傷得入骨 小姐, 我這雙鞋子新買的 落地未夠半個鐘已經斷了 哎呀, 臉上還花了, 糟了 小姐, 不知道我能否噴上了嗎? 噴車師傅我認識很多 噴鞋子我真的幫不了你 算了, 我和這雙鞋子都是沒緣分的 我把鞋子搥上給你 不用了, 我過馬路 我只顧著聊電話, 不關你事的 不知道可否問大老安 拿大力膠去黏他 來 真的不用了嗎? 就這樣 一萬元? 要不要這麼好? 先生… 糟了, 我怎麼找他? 平時你們聘請我喝美酒多 今天我帶了兩支09年的波爾多來 讓你們鑑賞了 好, 謝謝 謝謝 很滑、很厚 還有提子香 好一點 這支紅酒的味道不錯 多少錢一支? 四萬八 四萬八 難怪大人幫我入一箱 四萬八不是貴 不過對不起, 現在已經買不到 因為全部都在我身上 接, 真棒 現在連酒也炒了 不是炒, 是買酒花 去年我已經知道 09年是波爾多紅酒的好年份 我托人幫我賺走這批酒 以四萬八一支的價錢進來 今年已經升了一倍 而且還是有錢也買不到 說到紅酒這家東西 我們無論如何都不嫁得到你這麼精 蔡先生, 你開玩笑嗎? 你們三位每年都入全球的 百大富豪榜 是我們才學喝酒而已 你們哪用? 總之哪一支貴就喝哪一支 無論如何都不需要去哪裡 來, 搬 我現在身後面發生貨境的 是紅磡區的一棟舊堂樓 十五分鐘之前 私房主將貨境升為三級 現在大批私房員正在進行搶救中 三位, 不好意思 我有事先走了, 下次再喝 我把單單已經結束了 謝謝 謝謝 請慢用 Ben 替我打電話所有經理級以上的人 一個小時後在公司開會 我們知道剛才發生火警的 紅磡區最貴的樓價是多少? 是三五百元, 二十五千元 如果將那個舊區的舊樓重新翻新 那水位可以清到多少? 普手估計應該去到十至十%的升幅 不過將來的升幅應該會更高 因為港地的紅磡線已經落實洞窟 而且附近有一幅高級地皮 也會起豪宅 到時肯定帶旺殺整個區的升幅 還有一幅高級地皮 阿Ben 是, 我們公司在一個區 有多少租本和賣盤? 我們公司有118個租本 和108個賣盤 大家聽著 我剛剛想到一個大規矩 我要收購剛才發生火警舊樓 全等物業 將它重新包裝 成為區內最新、最潮的服務廣場 第一批目標 就是剛才發生火警的兩個單位 我要你們在二十四小時之內 設計好一個吸引業主出售物業的計劃 可以利用你手頭上出售的樓盤 安排他們原居安置 務求在最短時間之內下釘 還有, 這個計劃一定要保密進行 全人出去就會打草風舌 明白嗎? 明白, 保安 各位, 我是代表頂支物業代理集團 來見大家的 對於今次的火災 我代表公司向大家置業為民 相信大家的家裡 一定受到很大的影響 環境變得惡劣不再說 層樓這麼消販, 隨時都要合遣維修 不過大家不用擔心 我們公司計劃收購你的物業 只要你肯將層樓賣給我們 你們就可以有一個新的居所 不用再擔心維修和環境的問題 你出什麼價錢? 你別想騙我們層樓 大家可以放心 我們公司做事很均真 絕對不會騙你們的價格 只要你肯接受我們的收購 我們公司會照市價再加三成來收購你們的房子 另外再加五萬元搬遷費 如果你們不夠的話 我們公司還有一個同區好盤計劃 我們公司在園區有大量的租本和賣盤 只要你接受我們的收購 佣金全面, 還保證園區入住 大家不用再考慮了 你們的房子已經殘殘舊了 被火燒一燒, 很容易有危險 住得不舒服, 還要合錢維修 誰想? 現在有這麼好的條件 有人幫你找房子, 去哪裡找? 爸爸 聽起來好像不錯 爸爸, 快點玩吧 有這麼好的條件, 想得過 可以玩 怎麼會抹心房子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昨天我們喝紅酒的時候 在紅磡發生了一宗火警 舊區經常有火警, 有什麼奇怪 以前想收購這些舊樓非常麻煩 因為業權分散, 又多舊街坊的老人家 但是這次的火警 可以說給我們一次機會 現在那間大廈千瘡百孔 那些住客人心惶惶 我已經在發生火警的兩層單位下了釘 其他人想存蛋, 舊購也很難 下一步, 我就會找老闆把整蛋賣下來 等它升職之後, 就馬上轉手 賺它一大筆 年輕幾年, 真是年輕幾年 轉手也快點吧? 好, 最難得的就是 能夠在很短的時間裡 能夠做出一個聰明的決定 現在用小小的本錢 就可以買了幾個單位 之後就把它收購、收購、再收購 這樣就可以變成只億的資產 果然有頭腦 Jim, 我很久沒烤過沙瓦了 不如今晚一起烤, 到時候我們再詳細談 遇到我 當然沒問題 那今晚我們三個坐下來慢慢談吧 有時候資金太多, 我也很難協調 我先拿出來打個電話 沒得出個屎嫂車, 走 Jim, 今晚烤沙瓦和我睡, 沒關係 下次預約我一份 好, 有錢大家找吧 那你家裡那邊怎麼樣? 放心吧, 大老安 神明保佑 我都說火燭沒有影響到我家 是近天台那兩層而已 我家裡濕了一點 解封之後我馬上回去沒飯乾淨 家裡沒事而已 但凍樓被火燒過 走廊、樓梯那些髒骯髒 有水積, 你叫大妻子小心點 行了…我會照顧他們的 好, 有什麼事今晚吃飯再說 就這樣 高先生 是 高先生… 不好意思 我們不知道你們在這裡 不要緊, 讓我來介紹 這個是我太太, 那個是我妹妹 Kenny你們見過了 那多位師父, 你們好 不好意思, 我姑仔很害羞 我們待會兒就走了 不會了, 不會妨礙你做事 不要緊, 你去隨便吧 高小姐, 有沒有想過畫室那裡 想有什麼顏色 高先生說設計的東西 要問你的意見沒有 你喜歡什麼顏色, 這樣說, 來 鮮…鮮色點 好, 鮮色點 那是不是暖色的色系 紅色或者橙色? 融和一點 又要融和一點 淺黃色或者白色? 不是呀, 不是呀 那是什麼顏色? 又要鮮色又要融和 好, 鮮小姐, 這隻天藍色適合 海天一色, 夠了融和 是呀…對呀 那就用這隻, 不妨礙你了 就用這隻先 好 不如踩一下廚房, 好嗎? 好… 看來我真的沒給你坐屋裡裝修 我妹妹很怕對著陌生人 所以很少人聽得明白她說什麼 謝謝高先生, 你給我生意做就行了 你儘管放手做吧 做多少工作, 用什麼料 通通都不是問題 但是最重要是來的 尤其是我妹妹的畫室 她本身很喜歡藝術設計這方面的東西 你也看見她剛才有多少意見 所以你一定要做到她滿意為止 放心吧, 我會盡力的 遲點我公司需要翻新舊樓 如果你做得好, 我也想找你幫忙 那我真的謝謝高先生 各位師父 好, 我叫司機買下午茶 到時候大家不要客氣 好… 怎麼樣?Ben, 收購怎麼樣? 還是收得火粥那兩層 等樓已經這麼舊, 還剛燒過 他們沒理由還想住在那裡 你盡快替我找其他業主經 總之無論如何, 我都要收盡整整塊舊樓 我不管你用什麼方法 你一定要跟我談好 媽媽… 慢著 豉油雞來了 媽媽, 怎麼這麼辛苦? 婆婆說阿匡和人火粥 但他帶他去沒事, 那就劏雞還神 怎麼會有事? 是呀, 我整個關二哥在這裡坐閘 什麼牛鬼蛇神都彈開 證此認屁你們最擅長 那些粥打給他聽是樓上火粥的 他整天都吃到屁股 小月神, 你不聽他說 想著電話一舊, 想著我的身子 是呀… 兩隻雞腿給我兩個乖酸吃 老康, 我想吃雞腿 給你吃了 林, 媽媽, 不好意思 我吃這隻雞腿 大肚腿經常轉口味 不要緊, 媽媽再煮我給你吃 你又顧著抹抹抹抹, 沒口好吃 芹芹, 我幫你先幫你 我幫你先看貴貴 不用了, 大嫂, 房子都撿好了 是外面的樓梯比較髒 二哥, 你已經比起火鍋燒了 房子的住客很幸運 這件事叫幸運 也不知道你是阿Q好還是知足好 那些一買層樓才有價位就叫幸運 那時候叫你買舊樓 是不聽我說的 對了, 我收到封有地產樓 說要收購你的舊樓 是? 你在哪裡聽回來? 今天幫人裝修豪宅的時候 老闆打給助手 說要收購給火燒過那棟舊樓 這樣就回來了 你怎麼知道那棟是你那棟? 最近被火燒過的 是只有康住那棟舊樓 都說我們那天選對樓了 現在火燒旺地, 老公 選錯就我們, 選對就你了 弟弟說得對, 層樓我選的 我買層樓的時候 我暫時已經猜到有人會來收購 你老公我聰明 如果有人收購那棟樓 都要照顧來賣 一定要等到最好價才放 不然那些賣層較漂亮的樓 老婆, 你說 對, 如果好價真的賣掉它 拿著錢買個一身的 那你一家三口就住得舒服一點 好價錢, 是嗎? 大嫂, 你找得好, 找得怎麼樣 你和大哥安為了投家熬了這麼多年 是時候住也舒服一點 最壞我們沒錢買一間大屋 不是一家人住, 不知多開心 不要玩了, 快點吃 這個時間是我用的, 誰來的? 不好意思, 大嫂 我知道這個時間廁所應該是你用的 不過不知道為什麼 今天化極的樣子都很不順眼 你多給我一點時間 我很快會交場給你 行…你慢慢用 我又不用上班, 我隨便就行了 你慢慢用 我幫我拿出書包 刷牙小力一點, 想早餐加料嗎 你這麼早起床, Tisha怎麼這麼早開門 我不是這麼早起床, 我剛才回來 我唱歌唱風頸, 現在我累了幾 你又玩空調, 你兩個人這麼盡量 沒辦法, 如果同事不做, 趕快去見行 這個你們兩個同事已經沒了 你這些年輕人怎麼工作不長 大哥, 你好少不能回答 我不知道多做多穩定 和你一樣這麼厲害的樂業 很厲害 你們談就出廳談吧 你怎麼會阻塞了 大哥, 為什麼不再做廁所? 那大家早上就不用搶廁所用了 好, 請我在你的房間 以後的柯絲柯尿去你 林林, 你吃完了嗎? 吃完就要上學了 你在喝什麼?喝汽水嗎? 是媽媽的 林林剛才不肯吃早餐 我就讓汽水哄她 多快吃完碗通心粉 林林真是乖 說了吃完早餐才喝汽水 吃完早餐才喝 林林, 你不可以欺負媽媽的 你真是乖 婆婆, 你不可以 小孩子壞就給他, 還壞他 哪有這麼容易壞 他們幾個都是我臭大 又不見他們壞 疼愛孫子, 平常都會疼愛 養不教父之過 林林是爸爸還壞的 以後不准欺負媽媽的 不准欺負媽媽的 快點換衣服放下 媽媽帶你進去換衣服 好呀 那氣勢很衝動 眼裡冷上身 女兒又來教我 一起教 老婆, 吃空粉, 先吃飯吧 我今早趕著陪老闆去見客 我不吃了 再見 再見… 老婆, 我也不吃了 我約了老二去見過 地產代表傾收樓的事 我先走了 再見 再見… 三位, 你們知道這層樓有多舊 這層樓的, 我想你們都想換一個 好的居住環境 現在有個好消息 我們公司打算收購你們的房子 你們不可以換房子嗎 層樓比較舊 不過勝在實, 要我兼甲通爽 我們跟劉海的家方很熟悉 這些錢也買不到 是呀, 你出得起多少錢 你們放心 我們公司會照銀行的市值股價 來收購你們的層樓 還有, 有五萬搬簽費 是呀, 如果你想住在銅區的話 我們公司做一個銅區好盤計劃 可以幫你們在銅區 找適合的樓宇或者租盤 佣金全便 招市值股價收購? 今天真是沒好處 我殺哥買給你 太太, 我們是做地產的 大家心肢肚明 這些幾十年樓是很難放出去的 放不出就繼續煮 反正我們有得住又不急 住了十年八年又怎麼說 老公 我老婆說得對 八娘先生, 我問過樓上樓下的業主 說你們公司肯出高市價三成 收購給貨銷過的兩層單位 你怎麼搞的? 樓上的那些是出高三成 我們是照市價, 這是什麼道理? 現在就是不是騙我們, 欺騙我們 千萬不要這麼說 人家兩個單位受到貨足影響 很可憐的 你說話嗎?你的地產商有這麼好死? 既然是這樣, 我不怕告訴大家 我們已經跟大部份的業主談判了 就算你現在不賣 只要我們收出八成的業權 我們公司到時就可以向法庭申請強炮 到時我們公司就不會給你們這麼好的價錢 你們考慮清楚 不用怕被拋棄了, 出了這樣的價錢 收到八成才能說吧 老婆說得對 總之我們的底線 就是一定要得到 跟其他業主一樣的賠償 你們肯答應的, 我們就起樓吧 一句話, 你不給高的價錢 我們不會賣的, 好閒價不鬆 那我先走了 大哥, 房子那時候是你給首期的 你還有半個名字 你說, 是不是他們真的肯出高三成 我們就賣掉它嗎? 這棟房子又殘又舊, 又被火燒得爛熔 你們住住也住得不舒服 有人肯收就算幸運了 以我的意見, 最好賣掉它 拿著錢買那間新樓 大哥, 我說得對 但是吧, 我又不同意你的說法 層樓的案件還未供完 早派家康, 換一輛新貨車 又說要加案 層樓賣了的錢, 只剩下雞稅那麼多 別說賣大一點的單位 賣層一樣大也不夠 不是吧? 老婆說得很有道理 我什麼時候也有道理 總之她不出高一點的價錢 我就不會放 否則怎麼會大一點的樓? 好 魚減價, 奶奶和奶奶都喜歡吃魚 不如今晚吃魚吧 好 大姐, 替我撈兩條白質吧 行 那條不行, 反肚 你這條也不行 我六個人吃的 不夠吃的, 這麼小 大姐, 讓我來 這兩條適合, 麻煩你, 阿姐 好 老婆, 買完菜之後, 你可以去登堂 為什麼? 你看看你的衣服, 整身都是煮片 這樣而已, 買菜的菜是這樣的 蔡松的手指尾這麼大都排過身上 Annie, 龍翹媽, 你這麼多年沒見 差點不認得你 你也漂亮了很多 我們這時候要見客的, 當然要保持 尤其是升職後, 應酬多得不得了 你升職嗎?恭喜你 謝謝, 不過也不夠你幸福 不用做, 只買菜、煮飯 真是羨慕死人 趕時間, 遲遲再談 再見 再見 這麼厲害, 以前不是跟你嗎? 人家已經升職, 當然是這樣的 你以前說他很重 這樣也被他升職嗎? 出來社會做事一定有機會 這個社會就像寶藏一樣 只要你肯跳、肯跑 一定會得到一些東西 那真是難餵你了 為什麼無緣無故說這種話? 那倒是嘛, 你學歷比我高 工作比我好, 前途比我光明 現在什麼都沒有了 誰叫我喜歡你嗎? 老婆, 其實你擅長過很多人 但是現在寧願在家做煮飯婆 我覺得比你更浪費 不是, 你不聽我Annie說嗎? 她不知道什麼時候沒有 我不用做的 我覺得很幸福 我只看你一個人臉色而已 我哪敢給你臉色 你沒有?你敢說沒有? 回來了… 老公, 你先洗澡吧 媽媽, 你先洗衣服嗎? 媽媽, 你洗衣服 一會兒我幫你拿 不用, 拿了幾件衣服又多難 這件… 是你的, 我看在你房裡 你丟了洗衣袋 就順便幫你洗了 婆婆, 這件衣服是雪房料 不可以, 機洗一定要手洗 我以為洗可以順手 我不知道不可以用機洗 你洗衣服前要看這個洗衣標籤 媽媽哪會看標籤 你看看, 全都沒有符號 又沒有中文算明, 我也不懂 不緊張, 衣服很貴嗎? 不是, 沒關係 你休息一下, 等我幫你忙, 來 行了, 乖… 先喝杯茶, 快去 等我還不捨得穿你 想著喝才拿你出來擦擦臉 誰知道你這麼短眉 早知道穿到你幾次 要不要對著衣服在這裡哀悼 是三一件而已 對就是三一件, 不過是貴的 這件雪房衣服我看了很多次 我都嫌貴, 等她大睡覺才買 誰知我穿了兩次就弄成這樣 不傷心就假了 其實媽媽也知道衣服是貴的 所以特地叫我進來跟你說一聲對不起 媽媽還說衣服多少錢也好 她說買一個給你 還有媽媽說以後洗衣服的時候 都問過你 是你說還是你媽媽說? 一家人, 媽媽跟我說不是一樣嗎? 那倒是, 一家人 你媽媽的錢就是你的錢 你的錢就是我的錢, 我不買 你去哪裡? 方婆婆煮飯, 難道要她在家裡煮嗎? 謝謝, 接客人說不知道 你那邊找得怎麼樣? 沒有, 餐廳那邊也沒有 糟了, 那我走去哪裡? 你有沒有約會她在哪裡等的? 沒有, 她說她在酒店 叫我來打給她 現在打給她又不接電話 她會不會在桑蘭房 所以才聽不到電話 是呀, 去找她 我進不去的 我自己去吧, 你上酒吧等我 謝謝你 好, 小姐, 麻煩你會員卡 我不是這裡的會員 我沒有會員卡, 我給你錢 不好意思, 小姐 我們這裡不收現金 是嗎?我不知道要這樣 那你的朋友在什麼附近? 我不知道我的朋友在哪裡 其實我是一家老闆來的 不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會員 對不起, 小姐 我也幫不了你 等我一會吧? 好 先生, 你記得我嗎? 我們見過的 你是這裡的會員嗎? 你可以幫我先把單位嗎? 對不起, 我們在哪裡見過 你真的不記得我嗎? 上次我過馬路, 我只顧著通電話 然後你不小心差點碰到我那個 我記得你了, 不過那麼適合 是呀…我剛才喝了一杯飲料 不過不是這裡的會員, 你可不可以… 行了, 明白了 有我數吧 謝謝 先生… 還給你的 不用了, 請朋友喝一杯飲料很平常 是嗎? 不是呀, 我是想還給你一張支票 這張支票你還沒進去嗎? 一萬元太多了 我的鞋子不是值那麼多錢的 所以你一直都在戴著 是呀, 我不知道什麼時候 可以碰到你嘛 所以就一直在戴在錢包上 我真的想不到今天碰到你 你拿回它吧 其實我真的想著賠一雙鞋子給你 當時我又沒有錢在身上 我的鞋子值三百元而已 一百元太多了 好, 如果你真的想賠給我 我只會收三百元 不過剛才你請了我喝東西 所以當無數吧 好, 當無數吧 高先生, 很久沒見了 是… 最近有什麼項目?關照一下好 如果有需要, 我一定找你 謝謝關照 那不妨礙你了, 找到客人了 走了, 再見… 再見 剛才和你聊天的那個, 哪個年? 他不是近年地產界上最快的才進 出了名的眼光獨到 兼出手快狠準的高雲占嗎? 他就是高雲占? 是 平時聽就聽得多了 原來那個真是他 好, 真是他 怎麼這麼沒死, 讓我出來喝茶? 只有兩子宮而已 不是氣了我妹妹, 找我出來幫忙嗎? 當然不是 我和樂樂很好, 一點問題都沒有 那最好, 你別欺負他 不是你爸爸, 是我師父也沒面子給 大哥, 這裡有十多萬 上次不是跟你說過不借這些錢的嗎? 大哥, 安 這些錢是我最近投資股票賺回來的 不是我自己吵貨不倫 你可以放心拿去補貼業主的反價 先買一層樓吧 我不買一層樓不是因為反價的問題 而是因為一層樓真的貴了 如果我們硬買的話 我們每個月就會慢慢買 我不想我老婆每樣東西都遷就 就連買一件衣服也捨不得這麼辛苦 有, 但我知道你和嫂子很想買一層樓 很久不等也等了這麼久, 都不贊在了 而且阿關老二層舊樓 快要被人收購, 也不知道他會怎麼樣 有什麼都讓他一層樓一層樓下定 坦白說, 雖然你是賺到錢的 但是你們炒股票投機這家東西 我不是很認同 大哥, 安, 我是投資, 不是投機 我每一次買股票都是做足功課 不是聽消息跟風短炒的 就像這次的股票我賺到錢 全教我分析、研究、實地調查 看到他會我才賣 行了…我知道你聰明, 你勤力 但是你們這行風險又大 外面有多大惡, 你們哪裡去救他 大哥, 你放心 我做人很穩固, 我不會拿錢去賭 總之炒股票就制不過了 我寧願你努力做事, 等升職補過 大哥, 我知道你怎麼做 這次賺回來的錢, 償起他 留下來以後 跟他樂樂結婚買樓的時候 你很以我心靈 對, 我相信只要有實力又夠勤力 我一定可以買到樓 為什麼我們到現在還沒收到單位 是不是我們出的條件不夠吸引? 其實大部份的業主 都接透了我們的條件 是一家勝關的向我們抬價 就因為他們搞其他沒買的業主 每個都看可否再賣高點 但是你知道我從來都不要知道原因 只要結果 我方式你很清楚 如果是用錢可以解決的 就不要浪費時間 在家庭的牙齒 我方式你不存在 我方式你會為你 那些日子 都可以解決的 去買那些是 大家在家庭中 我方式你會 到家庭中 在高楼之间 笑好点